各位貴賓大家好 今天是經濟部的專案計畫輔導說明會 穿插了一個營業密法修正草案 顯得非常的突兀 也非常的特別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是因為這個草案 修正草案很有可能在今年的年底之前 立法院就會修正通過 那這個跟企業界 還有跟所有的員工 都有密切密切的關係 所以經濟部呢 特別只是利用今天的一個機會 要跟各位這個說明一下 這個修正草案的一個內容 讓企業這個員工呢 能夠有所因應 就是心理有所準備 因為很有可能今年的 連你之前這個案子就會通過 那這個草案的內容 之所以為什麼重要 在底下就是會詳細的那個說明 雖然就有鎮定五個條文 但是是影響層面是算起來是蠻大的 那今天這個修正草案是在我們 營業秘密法案不是現在才有的 在85年的1月就已經是 已經制定通過85年1月就開始到現在 一直都將近16年通通沒有修正過 那因為修正施行了16年 陸續發生的蠻 這個輿論蠻多的 就是有關於營業秘密的泄滅的問題 還有員工就是把公司營業秘密泄滅 或者是說把營業秘密 攜帶離開台灣到中國大陸 或到國外去使用泄漏 造成企業也有蠻大的一個影響 影響整個一個產業公平戰爭 所以這個政策指示說 針對營業秘密的保護機制 有必要重新再做檢討 所以才有提一個修正草案 那修正草案 這個經過的經濟部行政院院 那現在已經在立法院 那目前大概的進度是這樣的 它總共呢 增定了5個條文 5個條文 原來我們的營業秘密法 修正草案最重要的修正是 增定刑事法 這是增定刑法 因為營業秘密法本來是沒有刑法 目前如果是員工 竊取公司營業秘密 完全回歸到現行的刑法規定的 317條 318 318支 359條 利用這幾個洩漏工商秘密 在科語行責 營業秘密法本身是沒有 但是在司法的實務運作發現 很多的竊取營業秘密的形態 在現行的刑法是不足以來保護的 所以各界的環運作是有必要 甚至在法院司法實務也建議行政機關 應該要針對營業秘密要進專法來規範 所以這次我們就增定了5個條文 從13條之1、13條之2、13至4到14條之1 就是增定這幾個一個重點 第一個增定的形式是一個太陽 然後再有意外加重 告訴乃論、刑法、病痛、處罰跟具體答編醫務 具體答編醫務是針對民事的部分 前面這4個才針對形式的部分 那將來鎮定形式太陽 就是說這個有在13條之1 有針對將來的違法的一個行為 有4種太陽 一個是不證取得 因為不開始你就不應該不證方法 把它拿到人家的營業秘密使用洩漏 第二個你剛開始可能是一個合法取得 但是你後面你把那步伐重置 把人家洩漏出去了 第三種是你剛開始是合法取得 沒有錯也持有了 但是經過了老闆跟你講 你這個營業秘密 這是公司的營業秘密 你離開離職 你應該把你限制那所有的營業秘密 應該要把它刪掉 但是你不刪掉 這個是一個違法的行為 第四個是惡意的轉得人 也就是說你明明知道 他人拿到這個營業秘密是有問題的 你明明知道 你還是故意的要把它拿來使用洩漏 這是第四種違法的太陽 詳細的前景 待會兒我們再詳細說明 那域外駕重 就是規定在13條之2 13條之2 這是針對說你是意圖 要把台灣的這個營業秘密 吸到離開台灣到國外去使用的 然後把人家洩漏出去到國外使用的 這是有一個加重 這告訴乃論 就是我們這次的增定刑法太陽 它是屬於告訴乃論罪 也就是不是屬於公訴 而是告訴乃論 另外再來刑法病毒 將來這個行為人 你的員工 如果你是不當的 員工是不當去竊取人家營業秘密 然後你公司的固執 你明明知道這種行為 你還是默認他 甚至兩個就是說 故意讓他去竊取 去挖繳人家 或者竊取人家營業秘密 那將來這個雇主老闆 很有可能也是要受到罰金的處罰 這是一個病毒處罰 這是要規定的13條之4 那再來民事部分 具體答辯義務 是規範在14條之1 這純粹針對民事的行為太一樣 因為現在的民事侵權太一樣的話 侵犯到人家營業秘密 有時候舉證非常的困難 所以這次的司法機構認為說 應該有必要針對部分 對於在訴訟程序上面 有特別特別的規定 這是要規定的14條之1 這整個一個修正的大綱 那以下呢 我們就主意的跟各位一個介紹 這是規定的第一個 13條之1的第一項 第一款 也就是第一個違反行為 那我說明一下 這個刑事的構成要件 一定有兩個要件 一個主觀要件 跟一個客觀要件 主觀要件 一定是有意圖 一定有意圖犯 你去意圖自己的利益 或者侵犯到不法 第三者的意圖為自己 或第三者不法的利益 或者你意圖要去侵害到 因爲秘密所有人的利益 這是第一個主觀要件 第二個這客觀要件 客觀要件 就是以下所講的 這一些幾個行為太一樣 第一款 就是說你 你以竊取的方式 以侵占的方式 或者用詐數的方式 或者脅迫的行為方式 或者你擅自從事的方式 或者其他不正方法 你去竊取人家的營業秘密 這是第一個 不法取得的一個行為太一樣 但是有這個行為太一樣 你一定要加上 我剛剛講過的主觀要件 你有這個意圖 是要竊取意圖為了自己的利益 或者意圖他人的利益 再加上這幾個 才構成要件才相當 這是第一個違法的一個太一樣 這個也是屬於目前最多的一個行為太一樣 所謂俗稱的商業間諜行為 商業間諜行為 就是明明知道 你不應該去選 那你是怎樣 用竊取的方式 或者是這個 你在離職 離職之前 或者你把人家那個公司的營業秘密 就把人家download下來 或者把人家傳出去 這個是什麼 沒有經過營業秘密所有人 事後發現 你這個這是用竊取的行為 這是目前大概是最多的一個行為太一樣 第一個 第二個太一樣是說 剛剛那個第一款是指說 我一開始就把人家不法取得 取得之後 後續你又把人家使用洩漏出去 這個也是一個違法的太一樣 你可能取得了 但是呢 你可能還沒有後續的行為 還沒有後續的行為 如果你取得之後 你後續又把人家使用洩漏給第三人 或者把它洩漏出去了 或者再使用 這個是屬於我們的違法太一樣的第二種 這是規範到十三條之一的第一款 那這個條文的具體條文內容 在我們智慧局的網站 都有對外公佈 對外公佈 各位可以去download看 這是第二種的行為太一樣 第三種的行為太一樣是怎麼樣 是剛剛是講說 一開始就以不正方法 就把人家取得 使用洩漏人家隱隱密密 第二款所要規範的是指什麼 我剛開始是窒息的 或者我是合法的 我持有公司的營業秘密 因為我是公司的員工 我是知道公司的營業秘密 或者是因為我是經理人 所以我當然知道公司很多很多營業秘密 這是沒有問題合法取得 但是你沒有經過公司的授權 或者已經授權給你 但是你超越了你的授權範圍 你把人家這個超越這個授權範圍 你把人家重置出去了 把人家使用了 把人家洩漏了 那麼這個也是屬於違法的一個太一樣 這個大部分都是在公司 比如說你是屬於有一個公司授權 想到一個案例 就是說你這個是公司授權 給你這個對外談判 或者對外諮商簽約 你一定手上持有一個公司的機密文件 這些機密文件 公司大概只授權 你可能做這次的談判資料 或者是只吃了會議資料 但是你 這並沒有授權 你另外再加以使用 但是你反正拿去別的地方使用 這很有可能會構成所謂的未經授權 跟這個這個 預約授權的問題 這是一個第二款的行為太一樣 當然第四個行為太一樣 這是規範到這個13條 這就是所謂的第三款 這個也是一剛開始也是一樣 剛開始的時候 你是持有營業密是合法取得 你持有營業密 你是一個合法取得 但是呢 你這個離職之後呢 公司跟你講說 你必須要把你檔案整個消除 你必須把它把它消毀掉 但是你就不把它消毀 你把它引力起來 引力起來你不把它消毀 這個呢 你這個雖然 你還沒有把人家洩漏出去 你可能還沒有使用 但是你已經潛在有意圖要清 為了自己獲得意圖第三人的不法利益 或者你的意圖要侵害到營業密所有的利益 所以你還沒有後續的使用洩漏 但是這個也是構成刑事責任 所以這個務必要特別特別注意 那這個呢 就等於說 等於是我們在這個 今年很多有報紙輿論 有幾個案子 大概都是這種 在離職之前呢 他因為這個 有這種行為太一樣 離職之前 然後把人家公司把它當落下來 當落下來之後 這個就是 存在自己的USB 或者是說有可能就傳到自己的個人電腦 或者是這種事後就被人家發現了 這個就是屬於第四種的太一樣 那這些案例都是屬於輿論上 這個判決都有 是公開的一個資訊 所以我並沒有清關到個人的問題 再來 第五個行為太一樣 這個是比較難理解的 這個剛剛所講的 一定是什麼 都是屬於第二手的問題 我是行為人的 第一個行為人 這個第四款惡意轉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是屬於第二手的 我明明知道這個人 他是公司的員工 他已經從公司竊取了 淫意秘密 在他手上 已經知道了 已經也知道淫意秘密 我明明知道這個人 是不正取得這個淫意秘密的 我還是怎麼樣 我還是明明知道把人家 把它拿過來 我後續要加以使用洩漏 這是所謂的惡意轉得的人 如果說你拿到他人的淫意秘密 你不曉得他是不正取得的淫意秘密 你就沒有不構成這個問題 也就是我明明知道 我是惡意的 才有刑事責任的問題 所以他是指前手 一定是屬於不法取得使用洩漏 或者前手 他雖然是合法取得 但是事後的不法的重置使用洩漏 那麼這個 你明明知道有這種行為 那麼你還是把人家拿來使用洩漏 那麼就構成我們的十三條之一的 第四款違法行為太一樣 所以整個違法行為太一樣 整個分析 雖然有四款 但是行為太一樣分析 有這種五個太一樣 這是一個違法將來增定了 增定十三條之一的 所謂的犯罪行為太一樣 包括主觀要件 還有這五個客觀要件行為太一樣 那他的法定刑呢 這是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罰金是五萬到一千萬 那現在沒有營業秘密法 是回歸到我們的刑法三百一十七條 刑法三百一十七條 是規範說你不法洩漏工商秘密罪 他是處那個一年以上 兩年一年或兩年 他是三百一十七條 還有三百一十八條 是公文加重 三百一十八條之一 是正用電腦方式洩漏工商秘密罪 這個都是在三百一十七 三百一十八、三百一十八、十二 這個就洩漏了 359條、359條是屬於 用電腦的變更 取得電子紀錄罪 這個359條 這個有加重 這個有五年的有期徒刑 這是在現行的一個刑法規定 那我們這次的營業秘密法規定呢 是法定刑是五年以下 他的行為太一樣 包括了取得使用跟洩漏 行法剛剛講過三一七 他只針對洩漏 沒有包括取得使用 359條只針對取得變更 沒有包括後的使用跟洩漏 那營業秘密法 就把幾個行為太一樣 整個把它綜合在一起 包括了取得使用洩漏 然後他的法定刑 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比現在的行法稍微高了一點點 那這個有關你這個營業秘密 洩漏、營業秘密 這個刑度在整個 國際立法來講是屬於中型的 像美國最重是十五年 他的十五年十年 那現在這個韓國也有十年 那日本也是一樣 所以在我們來講的話 是屬於還算中度型的 因為一般現在切到最後也是五年 五年 那法定是五萬到一千萬 這是一般的洩漏工 營業秘密的一般的型 那後面有加重的問題 那這個十三條之二是針對域外加重 什麼叫域外加重呢 也就是你行為人 你不乏取得我國人的營業秘密 你的意圖是要把這個營業秘密 拿到台灣魚丸 拿到中國大陸 或者拿到國外去使用的 那麼這種行為 非難性比較高 也就算惡性比較重 所以呢我們它那個就是規定 要加重處罰 那加重它多大 原來我們一般是五年以下有凸顯 那這個加重的話 是六個月以上 五年以下 雖然最高都是五年沒有錯 但是這個它一定是六個月以上 那剛剛那個是什麼 是屬於五年以下 有可能它六個月以下有可能 所以這個是域外的加重 但是這個 這個罰性的部分就大幅提高 剛一般的 如果你們不是意外加重的 是五萬到一千萬 那這個意外加重是五十萬到 這個五千萬的罰金 所以它罰金的部分 是整個一個提高 再來十三條之三 是針對說 它的這裡的犯罪呢 是採這個非公訴罪 也就是採告訴奶論 也就是說這個犯罪行為 一定要有告訴 那我才可以構成訴罪的要件 如果它不是屬於 如果你沒有提高訴的話 這個就沒有 不會有禁止訴訟的問題 第一個它是告訴奶論 那這次呢 這個刑法其實現在 整個一個洩漏工商秘密 也都是告訴奶論 所以我們每一 英英英法也是採告 也是告訴奶論罪 另外這個比較特別 就是告訴可分 這告訴可分 是在於 這個是一個刑法的理論 在我們現在的刑法 訴訟法是說 你一告人家 或者兩個被告 你一告之後 兩個如果共同 如果是共犯的話 你一告A 效率就給與B 你從A測回 效率就給與B 這告是不可分的 那這次我們把它 這個是屬於例外規定 認為採告訴是可分的 對說你一個 AB兩個共犯 你一個人告了 或者是我測回一個人的告訴 那效率並不給予另外一個人 這告訴是可分的 也就是說將來 如果是說這個犯罪行為人 兩個AB犯罪行為人 對A 他如果是認為說 他是A公司的員工 他就已經有一個 有認為表示他的歉意了 表示他非常後悔 那有這個 那這時候有個規定說 那些寬敏的這種 就讓他 類似現在的污點證人 現在我們證人保護 污點證人 這個基本精神 所以就說這時候呢 我就好 所以說我對A 我不告訴 但是呢 我還叫告B 告B 這是告訴是可分的 再來這13條 這個知識 是針對刑法併同處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這個 我這個一個員工 我底下一個員工 我受僱人 那我知道他明明去切指人家 隱隱明明 我還是默認他是一個行為太陽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法人 這個僱主的話 公司啊 他沒有有期徒刑的問題 所以如果這個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這個法人 這個公司的業主 要可以這個罰金 這個是指這個行為人 不是指那個受害人 這個 這個比較誤會的意思 一定是說 我底下的員工 他呢 不法去切指人家隱隱明明 我公司 我已經已經有 應該講 不可以這種行為 但是還這樣做 那你可以免責 你可以這樣舉證免責 那如果你是 也知道他這種行為 你還是放任他 你屬於監督管理 那很有可能這個法人 雇主要可以拔金 這是十三條知識 那我就一個案例了 一個A公司 那是一個B公司 A公司 一個員工是假員工 那B公司 他的一個行為人 這個負責一個經理人 這個經理人 他要從A公司 挖腳 摩腳過來 那可能是一個高級工程師 要把他挖腳過來 挖腳過來 他就跟A公司員工講 你跟摩腳講 你過來就順便把你們這個公司 贏一命帶過來 然後我給你多少薪水 最多了 告薪 就整個挖腳過來 這個時候 摩甲跟摩椅 兩個很有可能 就會構成十三條知一的 採取他人 贏一命 而且是一種共犯的關係 他有可能是屬於 適用十三條知三 所謂的告訴論 然後告訴可分原則 至於B公司 他是個雇主 那麼可能是用兩法規定 他可能要處理罰金 那最後一個條文 是十三條知識 針對民事的部分 剛剛是指刑事 這是民事部分 這民事部分 就是說 現在我們的民事舉證責任 在民事上已經有規定了 但是 針對現在營業命運 侵犯的時候 很有可能 舉證非常困難 所以現在有設定規定說 如果你有告人家的民事侵權行為 告了之後 那麼他又舉證出來了 就是說你被告了 你不能夠消極說 我沒有換人家 我沒有偷他的營業命運 就不能消極的否認 法院會獻取你要具體答辯 你要講說這是我自己研發的 或者是說 我有什麼證據證明說 我沒有竊取他的 你必須要很具體來舉證 如果你很消極的否認的話 法官可能會斟酌整個案情侵犯 會認為說 沒有錯 原告講的沒有錯 你侵犯了人家的營業命運 這個就變成 適度有稍微舉證責任 有稍微減輕的問題 這是一個十三條 十四條之一 有關民事的部分 以上是針對營業命運法 整個修正草案 雖然只有五個條文 但是因為 跟未來的這個 企業還有員工 我相信都會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今天經濟部 利用這個機會 跟各位做一個宣導 謝謝